前面三个小节 有两个介绍了Layout里的14种绘图工具 上个小节介绍了Layout里对现有图形进行编辑的两种手段 偏移与弯曲变形 这一节还要介绍一些Layout里特有的 对图形进行编辑的手段 我们知道 用有限的绘图工具绘制的图形并不是总能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图形进行编辑加工和改造 Layout里的分割和组合这两个工具就是重要的编辑加工工具 从它们的工具图标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功能和用途 小刀形状的工具用来分割对象 而小瓶子形状的工具代表瞬间干燥的胶水 可以用来粘合图形的不同部分 下面我们来实地体会一下它们的用途和用法 现在画一些线条 然后用小刀把它们分割开 最简单的用法就是点击线条上想要分割的某一点 这一点上会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矩形 点击鼠标 这样线条就分开了 分割后的部分图形可以单独进行放大缩小 移动旋转 弯曲变形等编辑 想要把分开的线条连接起来 就先要把想连接的线段移动到可以连接的位置 再调用小瓶子的组合工具 在需要连接的线段上分别点击 再调用小瓶子的组合工具 原来分开的线段就连接成一个整体了 以蓝色的边线显示 现在我们多设计一些题目来测试这两个工具 请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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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而来的问题是 有了小刀和胶水 我们能让它们为我们完成些什么实际的任务 下面为你准备了两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匀形纹样 这种图形时常被用来表达集中的植物群 下面请看演示 这种图形时常被用来表达集中的植物群 这种图形时被用来表达集中的植物群 请看演示 第二个实例是这个实例 非常明显 用Layout的绘图工具是无法直接画出这样的图形的 这是一个圆形和两个矩形组合而成的图形 下面演示具体的操作 请看演示 请看演示具体的操作 上面简单介绍了分割和组合这一对宝贝 一个高分裂 另一个高团结 正好我们可以利用它们二者的特长 让它们为我们所用 怎么利用 那就要看你的需要了 接着 我们还要来介绍Layout里另一个特有的宝贝 叫做萌版 先要举个例子来说明萌版的概念 如果你注意过有人用喷漆在墙面上或车辆上喷字和图形的过程 你会发现 他们会提前把想要喷漆的文字或图形 雕刻镂空在金属的或纸质的板子上 要用的时候 把板子当作遮挡物 之后在上面喷漆 把板子拿下后图形文字就留在墙上或车上了 上面提到的雕有文字 图形的板子就是萌版 板上抠出的空白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选区 也可以换句话讲 萌版就是选区之外其遮挡作用的部分 好了 知道了萌版和选区的概念以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 选区与模板在我们绘制图纸的时候有什么用 请看这里 图纸上有个老式的挂钟 如果想要把这个挂钟部分的局部做放大来表达 这是绘制图纸的时候经常要用到的技巧 就要用到Layout里的蒙版了 请看演示 创建蒙版选区后 选择选区和圆图片 到编辑菜单里去点选创建剪切蒙版 同样的操作 也可以在右键关联菜单里找到 效果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 图片素材比较多 而我们只想展示其中的一部分 也可以用蒙版来遮掩不想展示的部分 请看演示 如果想要对蒙版以及内容做编辑 只要双击蒙版 然后就可以移动 缩放 旋转等操作 编辑完毕后 重新创建蒙版 请看演示 如果想要取消蒙版 只要在选择被蒙版剪辑的对象后 在右键菜单里选择释放剪切模板 也可以在编辑菜单里找到同样的选项 效果相同 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是对图片使用蒙版 其实 蒙版也可以直接应用于导入的SKP模型 这是导入的SKP模型 同样可以剪切其中一部分做突出的显示 请看演示 请看演示 好了 这一节向你介绍了三个Layout特有的宝贝 拆分 组合和蒙版 刚才演示使用到的文件保存在本节的附件里 有空的时候请动手练习熟练一下 再见